三、四、三、四、三 其實那種感覺很難說得出 我覺得我跟他們一起 都是小朋友 很開心… 三、四、三、四、三 一、二、三 你對著哪裡?對著一、二、三 第三個座位,是嗎 看到沒有?這裡要等到第三個座位 第一和第二… 其實這部電影排了很久 排了兩年,其實是想表達一些東西 十月二十日晚 廣州市從畫區文化館 舉辦歡慶重陽敬老節演出 黃捷芬老師帶著一群小紅豆 表演壓軸的樂劇節目 《我是一顆小紅豆》 《是一顆小紅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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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開場前一小時 黃捷芬在做最後的指導與調整 希望給觀眾呈現最完美的一場演出 看著前邊 五、四、三、二、一、六 下面請小紅豆藝術廊帶來的樂劇串銷 《我是一顆小紅豆》 掌聲遊戲 《我是一顆小紅豆》 《我是一顆小紅豆》 是一個富有從畫北回歸線 荔枝之鄉特色的傳統樂劇 演員主要由一年級到六年級的小學生組成 《我是一顆小紅豆》 小朋友們年齡雖小 但唱起樂劇來 卻也是五百億個年 其實小朋友不是那麼喜歡原劇 而是沒有人去教他們 沒有人去引導他們認識一樣原文化 這場樂劇 齊操、武術、側翻動作、整齊鋼鍵 彩帶仙女、琵琶仙女 動作優雅、韵味十足 雖然表演的是傳統樂劇 但孩子們在舉手投足間卻非常可愛 贏得場下的觀眾 不僅紛紛拿起手機拍攝錄像 我們教育小朋友 和在學校開展樂劇的興趣班 其實不是以後讓他們做文武新 做花旦、做樂劇演員 不是 其實最主要是讓他從小時候 認識樂文化 讓他長大後還留下這份美好的回憶 其實我們是想讓小朋友感受到 樂劇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 黃傑芬畢業於廣東樂劇學校 現在是從華區西寧小學的樂劇老師 在畢業之初 黃傑芬在佛山樂劇院實習 本來有機會在佛山樂劇院留下來 但他最後選擇了回到從華 走進小學校園 教孩子們樂劇 心愛是張花紅皮 心愛是張花紅皮 從2015年開始 黃傑芬就在西寧小學任樂劇老師 既教二、三年級的普級班 也教四年級以上的興趣班 普級班的主要內容 是介紹樂劇的相關知識 和教學基本功 興趣班則更複雜 要真正開始排練樂劇 小學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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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食物帶上課堂 的話效果會更好 而且可以讓牠摸到 讓牠拿著 牠可以示範做到 我覺得這樣的話 牠會對這個道具 或者對這個人物比較深刻 服裝和頭飾 而且其實小學會覺得很好玩 好玩 投入另一個角色 不是扮演自己 牠們會覺得更有趣 其實有時上課的時候 會遇到小朋友 不知道怎麼去將 想表達的東西正確地 告訴小朋友 課餘時間 黃傑芬會與河濱小學的 樂劇老師李永斌 討論樂劇課的悲課內容 希望能讓小朋友 在課堂上感受到更多的趣味 我上星期開始想到一個辦法 就是在教淨 淨的話就分為五種顏色 如果五種顏色 如果對小朋友來說 沒甚麼特別的話 牠不會記得 所以我想到以畫棉袍的形式 你喜歡哪個棉袍的話 就將你自己喜歡畫甚麼 其實今天要請我學校的 我也想到 因為我會示範 我會示範 我會示範 那這個可以示範 我會示範 那就是…就好 就像我敲古鞭的大大 他們就準備動了 動、大、大、大 這四拍就是預備動作 他們有量相的就要做量相 來, 最後一拍 跳起來, 拉腰 蹬腳 放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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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說了瑜伽班招生 然後其實一個班 他們的反應是很大的 唯有包表… 就是一個班有二十多個報名 就一個班 我只能是一個級, 最多是二十個 所以在他們每一個班 都這麼多人的情況下 我再要進行考核, 再挑選 我才會跟他們說 第一, 需要你自己喜歡 第二, 需要家長支持 第三, 學習劇是很辛苦的 你要堅持下去 你才跟我報名 表現得很好 1、2、3 其實小朋友第一次做會害怕 其實可以理解 因為他缺乏安全感 不知道老師是否真的會保護他 但是一旦你真的給他安全感 他可以保護到他上同落的話 他領悟了這個技巧的話 他就會經常都會說 老師, 我想學這個動作 老師, 我想落腰, 你繞繞我 他們都會很主動去做 有進步 抬腳, 繃腳, 記得 貼著自己, 不要這樣, 貼著自己 黃潔芬將從二、三年級的普及班中 挑選比較優秀的學生進入興趣班 開始欲去折子系的訓練 穩一點, 不行, 再來 好, 三、二、四 他有一、兩次是把這個動作做好 但再練習一下, 他自己就把… 整個人都放鬆了 其實動作不是一下子就可以… 每一次都做到 但是我要求他們 每一次都要嚴格要求 自己把動作做到最好 有時候排練的時候 我為什麼說要再來一次… 就是想他們嚴格要求自己 把最好的一面展現給觀眾看 這個女孩 是《遊園經夢》裡 丫鬟的扮演者 叫胡新一 一天後 她就要和她的小夥伴黃楷一起 在普及班的小朋友們面前 進行正式的表演了 對於他們而言 這是一次真正的樂劇角色亮相 因此兩個小演員嚴陣以待 抓緊利用課後的時間 進行演出前的最後一次排練 對,看著前面 對 如果我們說話的話,她會… 如果我們不說話的話 她的心情會很好 我學了這麼多年 我想堅持下去 想做樂劇明星 其實我幫她們化了一個 就是我們樂劇的大妝 黃楷是第一次化的 在她的過程中 她坐了兩個小時 加上摘頭髮 因為我們包頭 不是只剩下一個頭顏色就完成 還要包頭粒、片子布、片子 然後還要轉幾圈的漆尾帶 我是第一次戴妝表演 戴頭色長久了之後 就會有點頭痛 她們為何做到主角 就是因為她們肯付出努力 所以她們現在才有這個成果展演 作為她們小觀眾的話 如果她真的有…很喜歡很喜歡的話 她會以這兩位小朋友去做榜樣 自己爭取做到這個角色 那你們想不想學嗎 想… 想的話就要認真聽課了 其實是我們小紅豆 進校園、進西齡小學 然後就挑了她們過來 我們小紅豆 她也是西齡小學興趣班的一員 我告訴你們你們這樣的話更累 你要順著她的關力… 關力… 黃潔芬所提到的 是她除了西齡小學樂劇老師以外的 另外一個身份 從畫區街口街、樂劇文化協會 小紅豆藝術團的樂劇志願者 黃潔芬做樂劇志願者已經十年 是否表情誇張一點 人家搶你的錢 你是什麼表情 看你老師… 小紅豆藝術團 是由今年已經84歲的搖冠冰女士 在2005年創立的 是一個志願教學樂劇的民間組織 藝術團的小紅豆們 都叫她冰婆婆 黃潔芬加入這個藝術團 作為小紅豆之中的一員時 才十幾歲 她媽媽找到我說 她把聲都可以 就叫她來我們的小紅豆 是由我們小紅豆一直培養她去樂劇學校 我們過年都會去演出 凡是去到村幹部都說 現在這個樂劇是沒有人看的 又長又臭 當時我找學員很艱難 我去求90度 求家長的小孩子來的 如果你再收錢 你不是免費 不是做公益 誰來學 你又想成長這個文化 但是家長又未接受 你要小孩子來學 就一句空話 所以我七八年 八九年都是 十一二年都是免費 沒有收到錢 藝術是一個靈魂來的 不是說唱歌那麼簡單 詩善策 每個星期天 小紅豆藝術團 都會定期進行樂聚排練 根據冰婆婆的要求 每次排練之前 孩子們都要先上弟子龜 這個傳統已經維持了十一年 我記得我們老人家教導過 未學演戲才學做人 所以我就是這個觀點 所以十幾年前 我就已經是一開始就學 但極快一個了 笑到滿熱前 幸福快樂 每次排練好新劇 小紅豆們都會到 從畫區的各個社區 進行表演 今天他們就來到東城社區 表演樂劇的經典劇 《地女花之香妖》與《荔枝宗》 小紅豆 基本都是由小學生組成 但細心的觀眾可能會發現 香妖的女主角 身高遠遠超過其他小演員 看上去她並不像小學生 其實《香妖》的主角廖威 是一名初中二年級的學生 在年齡比自己小的弟弟妹妹面前 廖威沒有覺得不自然 反而是樂在其中 我是讀中學了 因為我覺得我在小紅豆成長了這麼多年 我現在大過了 我應該都會回來會報一下小紅豆 我覺得如果我給他們大的話 我可以教一下他們 我是一顆小紅豆的演出 進入倒計時 黃老師正在緊張地 對小紅豆們的各個細節進行檢查 針對問題及時做出調整 可在這個時候 孩子們卻有些走勢 似乎發現了家長觀眾洗禮 有一個特別的面孔 國鳳女老師 我越來越早知道 對,沒錯 我們今天請到國鳳女老師 過來指點一下大家 國鳳女老師是國家一級演員 亦是紅線女的弟子 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她 謝謝… 謝謝… 郭鳳女老師和搖灌兵婆婆 有著相同的理念 就是欲聚文化的滲透 要從孩童時期做起 所以郭凤妮平时会到珠三角地区的小学讲课 希望玉剧成为孩子们成长过程中难忘的记忆 在唱的时候打开它 将个声音打出来 这次她得知我是一颗小红豆的排练时间之后 专程从广州市区来到送话 来看看小红豆们的表演 为麦恬生比例子高昏更细之 为意花开世 文明 Bened视 听我来为礼拾唱歌 我一口给你 麥麗芝 謝謝… 小朋友都學得很好, 真的 但這兩個很有表情 媽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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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老師的到來 讓小紅豆們有一些小興奮 也有一些緊張 因為在小紅豆們的眼裡 郭老師就是樂句教學課堂上的人物 是平日不可多見的明星 是嗎 是要這樣的做戲 這樣才入閣的 是嗎 見到郭鳳梅老師很激動 見到要劇明星很激動 她唱功各方面都很漂亮 我想成為郭鳳梅老師這樣的人 我想做劇明星 郭老師離開後 黃老師繼續訓練小紅豆 這是她多年來的工作 也是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每一次演出都要 好像第一次上台的狀態去做 是嗎 有信心20號演出這個節目 有 掌聲送給自己 五年畢業後 去了劇團實習 本來留在劇團 有些人的 但是因為就讀這五年 放假的時候 我都會回小紅豆移教 我也想了一下 因為哪一位婆婆 畢竟年紀都這麼大 我也在小紅豆長大 因為我對小紅豆有一份好 不是簡單的一、兩個 可以去表達 其實… 逼迫我 我在小紅豆已經十多年 真的…感情真的… 包括我的朋友和同學 包括有些… 比我大的人 他無法理解 為何沒有錢 要去做這件事 因為這個團隊是公益的 我們是以關愛 還有每個自然者 是有愛心才可以去做這件事 所以… 其實你說為何堅持這麼久 正因為大家用這份愛心 去維持這個團隊 很奇怪的感覺就是… 好像放假或甚麼 一靜下來,在家裡沒有工作 就覺得很不舒服 好像欠缺甚麼 因為平時都忘慣 真的忘慣 星期六日 有時候星期六都要排練 暑假和寒假都要排練 基本上都要排練 排練新節目 我們過年的時候 都會送戲下鄉 去慧民老人 都是去老人院演出 所以我們要排練節目 我真實的想法 都是一邊工作 一邊教小朋友 我覺得小紅豆 就是我心目中的一部分 食肌 節目 都會講出來